再都是俊男美女的异世界 只有自己丑是种什么体验 男主因为颜值不佳 不仅被严狗女神剥夺了勇者头衔 还被丢到了世界最偏僻的亚人地区 得益于阅读大神白给的外光 虽然等级永远不会提升 却依旧让他拥有世界最强占领 并成功及其七龙珠开始寻找父母线索的冒险 由于女神是严狗 因此这个世界的人类各个都是俊男美女 男主走在街道上格外扎眼 虽然男主随便找个旅馆都能居住 但小弟却万万不能答应 只因一旦被七龙珠知道绝对不会饶了他 此刻七龙珠都对料理产生兴趣 但蜘蛛子的手艺实在不能恭维 吃过的人全都丢了半条命 蜘蛛子不解明明是按照男主的记忆复刻的咖喱粉 其他人发现黑暗料理中竟然还有稀有矿石的 蜘蛛子亲自品尝并不觉得难吃 却不知道包括人类的大多种族根本吃不了矿石 也不会吃武器和建筑物 毕竟对于蜘蛛子来说 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是食材 大老婆小巴严重怀疑他懂不懂料理 蜘蛛子不满至少自己会生活 于是当场表演如何用小火烤面包 却依旧已失败告终 此刻男主刚在饭店吃完史莱姆料理 因为没有零钱只能用金币副掌 出门却依旧惨遭一世界俊男美女的异样眼光 随后男主来到工会 得知男主才一级 冒险者纷纷吐槽他是小学生 就连讨伐史莱姆的委托都接取不了 突然身后传来女人的求助声 盗贼集团荒城之月正在袭击女人的村子 男主意外荒城之月是他最喜欢的曲子 只可惜这里的冒险者都是菜鸡 根本没人敢出手相助 想趁机占便宜的冒险者却有不少 女人生气就是因为他们这种人太多 女神才会像现在这样坏心眼对待人类 男主觉得和自己相比 他们还是要好得多 没多久男主就发现身后有人跟踪 对方见他用金币副杖剑材起义 一旁还有想对之前的女人用强的人渣冒险者 男主虽然不想管 却还是选择出手 将这些贪财好色的人渣败类一并解决 女人意外以为男主是亚人 却不知他虽然长得丑 好歹也是个人类 男主用阅读大神给的力量为伤者提供治疗 此刻他才注意到受伤的男孩是一位狼人 男主询问关于强盗的事情 那些人为了杀鸡紧后 把村子最强的人折磨致死 就连对方的太太也没能姓名 懦弱的村民想要破财免债 然而凡事被盯上的村子都遭到了屠村 但工会却不愿派人讨伐 虽然来到异世界才短短几月 却已经让男主见识到太多的不寻常 这个世界的人命犹如草芥 可他终究还是做不到视而不见 女人请男主先等在村外 他需要回村说明情况 期间男主使用亚人语言和狼人交流 因为女神的扭曲三观 导致这个世界种族歧视严重 因此狼人并不受人类村民待解 哪怕此刻村中又死了不少人 随后男主感知到森林中还有人的气息 于是借口去森林中散步 狼人劝说里面有危险 他知道盗贼还留在附近 不能理解男主为何会做到这个地步 殊不知盗贼的团明是他喜欢的歌名 被卑劣盗贼拿去使用让他很不爽 狼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以帮得上忙 男主表示他的商会也有亚人工作 如果以后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用美食招待就好 却不知此时手下们都被小老婆的黑暗料理 折腾的半死不活 哪怕他选用的是最上等的食材 猪猪子早有预料提前准备了草药 但猪猪子却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大老婆让分身报出菜名 只因他听说发芽的土豆有毒 所以就连皮一起去除 其中还有能把嘴巴割伤的青菜 却不知那是野外的杀人草 叶子会变成刀刃切割猎物 蜘蛛子强行晚尊 肉品是他的得意之作 可就算是最强大的战士也有不断 蜘蛛子是真的懵逼了 他明明是参考以前男主吃的料理做的 但他选的肉却坚硬乳体 并且用的油还是工业润滑油 龙女明白了一个道理 高端的食材也不见得能做的好事 为了迎合男主的喜好 龙女建议蜘蛛子走遍世界 提升自己的烹饪技巧 本以为蜘蛛子会不满意 不料他却认为这个主意非常好 接下来他要进行料理的舞者休息 为了不让男主继续被阎勾女神针对 龙女也有自己的任务需要调查 与此同时男主这边 盗贼聚集在一起商量 等村民把财物交出之后就图村 却不料男主再次化身面具超人 再开启声音结界隔绝声音 等盗贼发现不对劲已经为时已晚 射来的力剑陆续命中盗贼 虽然男主不愿介入人类的事 但他已经决定一旦犹豫 就会按照自己的感情行动 为了节约见识男主改用魔法 之前跟着猪猪子学习的火焰魔法 此刻派上了用场 男主手下留情不打算就地人道毁灭 但警告他们以后不准再自称荒城之月 等村民闻讯赶来才发现 所有盗贼都已经成了俘虏 女人以为是自己的祈祷传达给了女神 殊不知和阎勾女神没有半分关系 这个女人是真牛逼 任何事情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就能做到 以至于让她感觉人生无聊至极 等回过神来便被阎勾女神选中 女神打算让她跟另一个人 以勇者身份拯救一时间 不料她却完全没有兴趣 并表示自己的朋友很多 然而女神一眼定真 知道她并不想和没有共鸣的朋友 一起度过虚无的人生 而是渴望拥有能托付后辈的朋友 来一场赌上性命的挑战人生 女神擅自决定赐予她强大的魔力 强化的身体能力以及超凡的领袖魅力 再加上她的专属神器 说罢不管她同不同意 都被送到了黎米亚王国 本以为被女神抛弃的国王欣喜若狂 有了勇者就不用再担心魔族的危害 女神还特别要求王国要好好善待勇者 人比人气死人 此时被阎勾女神嫌弃的男主 却已经在无人的马拉戈壁徒步了两天半 这个世界魔族备受女神庇佑的人类 感到了贫瘠土地 但近十年却开始呈现反扑之势 其中一国已经毁灭 如今王国和帝国暂时结盟拉起防线 但王国对帝国的评价很差 不能理解帝国为何也有勇者 女主意外神器之中竟然还有一位狼精灵 当务之急就是从拥兵当中选择队友 国王推荐宫廷魔术师乌迪 以及骑士团的天才心愿 次日白毛黑妹看出 勇者是没有沾过血的温氏花朵 她丧失兴趣不愿当保姆 乌迪现身将她叫主 但她比起当优等生的护身符 只要能斩杀魔族就够了 勇者也连忙将她叫主 她看出白毛才是在座最强者 因此希望请她指导剑术 以及成为在战场上托付后辈的搭档 白毛却没办法将小命交给 需要自己指导剑术的家伙 勇者抛出诱饵 只要跟随她就有杀不完的魔族 总比拒绝之后在这个国家待不下去更好 随后勇者一行发现 来访的巫女马车翻了 此时正被四只狗头人盯上 别看狗头人这么可爱 其实是靠吞噬魔力强化自身的强大种族 巫女正靠着防御魔法苦苦之称 如果他们一人负责干掉一只的话 就能在狗头人呼唤同伴之前全部干掉 然而关键时刻勇者掉链子 一刀砍清了准备捕刀之际 狗头人突然口吐人言求救 勇者一时犹豫给了狗头人呼唤同伴的实际 白毛生气让勇者退伙 魔法壁不堪重负即将破碎 危机解除之后巫女如愿加入勇者小队 后来在与魔族的战斗中屡见战功 直到遇到了灾恶黑寡妇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勇者小队的攻击全都无效化 醒客间队友尽数倒下 就连勇者自己也只能坚持两招半 事后众人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勇者黑化一定要干死黑寡妇 却不知对方已经成为了男主的后崩 这个勇者是真的爽 因为长得帅被女神看上成为勇者 还拥有能魅惑一切异性的魔眼 刚来异世界就怒收三位后宫 外加一个皇女主动白给 原本勇者因为长得帅遭到其他男生霸凌 女生现身帮忙反而伤到了她的自尊心 她不爽如果能和小说主角一样 带着外挂能力去到异世界的话 一定不会再像现在这样被人欺负 严狗女神听到了她的渴望 于是选中她成为救世勇者 还装可怜自己守护的世界充满了魔物 光靠自己已经束手无策 希望她能以勇者身份前去拯救世界 并且还会赐予她祝福之力 能与魔兽战斗的身体 凌驾于魔族的魔力 以及能俘虏人们的魔眼技能 再加上可以欲空飞行和消除疲劳的银穴 男主以为是在做梦想要更多 女神继续追加给她在夜晚不死的身体 但只有在月亮出现的时候才能奏效 男主还想改变自己的模样 女神一并满足将她传送到帝国 下一刻勇者便来到了帝国皇宫 二皇女莉莉前来迎接 在见到帝国地位最高的女骑士之后 勇者激动贴了上去 女骑士刚想要发火 勇者的魅惑魔眼被动触发 让她态度大变 再次面对勇者已是娇羞不已的姿态 皇女发现蹊跷立刻转身背对勇者 事后确定勇者的魔眼具有魅惑效果 皇女提前预防为所有皇族都准备了无效手段 还下令绝对不能透露勇者的能力 内心更是对于勇者天真无邪的样子十分反感 随后炼金术师雪下也想跟勇者聊聊 在听说她擅长制作魔像之后 勇者刚生出兴趣魔眼再次发动 随后勇者在皇宫发现龙的存在 以及换龙失收马尾 该死的魔眼继续发动 勇者此刻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 但还是希望和三位妹子组对方便收入后宫 二皇女对此并未拒绝 但大老婆必须是我 她看出勇者似乎还无法驾驭魔眼 却故意亲近她这么优秀 受到女孩子喜欢是理所当然 就连她也愿意成为勇者的支柱 勇者飘了没有把持住 刚来就被皇女收了一血 只要能消灭魔族 二皇女愿意付出一切 只为追随一直相信那个任性女神的母亲 这个勇者真牛逼 转身来到异世界后 她告诉女神她要做到世界最强 于是女神赋予了她不死不灭的身体 只不过这只有在月光的照耀下才能不被杀死 所以为了弥补在白天时的缺陷 女神还赠予了她一些传奇装备和飞行斗技 甚至给了她一只能让所有生物都臣服的魅惑魔眼 而这个魔眼就有意思了 不仅助力智树攻略了帝国最强的女骑士 而且妙龄的少女也争着白给身体 甚至连可爱小只的驯龙师也想嫁给智树 让智树本人也没料到的是 明明帝国的第二皇女已经识破了她的魅惑魔眼 却还是心甘情愿为她献上了处子之身 智树原以为能长久沉浸在这种羞羞生活里 然而作为俑者的她 自然免不了要和魔王军决意死战 在开战前 俑者小队被召集在了一起研究战术 智树是帝国的俑者 学姐是王国的俑者 两人都被女神从地球召唤过来 虽说这次魔王军的人数是他们俑者方的五倍 但众人有着自信 只要有这两位拥有女神祝福之力的俑者在场 再多的魔王军也只不过是给他们用来刷数据的 只是学姐不明白 为什么要选择夜晚来当开战时间 但智树月光下不死的秘密自然是不可能透露的 也只是随意说着擅长夜战就糊弄过去了 其实她平时也挺擅长夜战的呢 在确认作战计划之后 智树手提大钻头给士兵们作战前的最后一次鼓舞演讲 随后一股作气冲进了大侠 只是没想到的是 传闻中凶悍善战的魔王军却被勇者军摁着锤 不出两分半就清空了峡谷里的魔王军 这简单地让学姐怀疑是诱敌深入的陷阱 结果还真实 只见魔将罗纳倾抬手掌 下一秒 勇者小队下方的地面紫光亮起 没想到在这地上隐藏着一个方圆2.5公里的魔法阵 还没等众人做出防御措施 魔法阵所在区域就开始急速坍塌 士兵被摔死数不可计量 好在勇者小队有会吟唱浮空魔法的法师 才让主力成员逃过被暴摔的命令 虽说智树有神靴在脚 但早就被吓飞到了高空中去 罗纳见此立即朝智树方向射去冰锥 冰与火的对决瞬间在空中炸起了一道烟雾 而后 专属于智树的勇者小队也赶来了支援 智树在飞龙背上迅能龙燕开始反击 可罗纳只是手指一滑 瞬间就让龙燕的直射改为了横扫 躲开了这一击 见远程攻击无效 智树干脆降落到魔王军的要塞上 正想着群起而攻 智树的肉体强度竟然能硬抗钢铁大钻头 不气馁的智树又再次操控起钻头发起攻击 虽说这一击直接炸掉了对方一个手臂 可对方还有三个吗 智树心想就这样磨死对方也不是不行 然而下一秒 对方被炸掉的手臂竟又重新生长了出来 这让刚赶来的学姐也震惊不已 眼下或许只有顺杀才能终结对方了吧 但光头也不傻 要面对两位勇者 也只能使出杀手锏 那就是针对女神之力的消除戒指 随着光头念起咒语 戒指也跟着消散 随后瞬间爆起的魔力微压险些 将智树和学姐压得喘不过气 两人没想到的是 女神之力被清空了 只是盔甲这轻轻两吨半的重量 就压得智树起不来身 联想起女神赋予给自己的不死不灭的身体已经没了 智树顿感不妙 如果现在受到攻击的话 那她会死 心里的极度恐惧告诉智树 这场战斗是无法取胜的了 只能选择撤退 然而学姐却不同意 但智树哪里管你同不同意 想逃的话趁现在大家一起逃 留着命才能回来报仇 但学姐想到刚才被坑杀的无数同伴 觉得这场战斗不能就这样善聊 作为勇者 却只顾自己活命 学姐是不认可这样的勇者的 然而智树依旧怕得要死 头也不回离开了此地 眼下这场闹剧在光头看来也觉得可笑 没想到人类方的勇者还能反目成仇 真是有意思 也在这时 学姐的勇者小队也终于赶来了支援 与此同时 天空上的女神一直留意着人魔交战的战场 在看见人类方败逃后 女神有点不爽 突然 她在水晶球里瞧见了男主的身影 于是决定抓男主当乐子 将男主传送到人魔交战的战场上 她倒要看看男主被魔王军折磨后 会是怎么一副丑量 这想想就开心 只不过女神怎么也没想到 正是男主的出现 让人类方反败为胜 而具体的热血战斗在第一季的最后一集里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回去重温 话说回来 学姐那边与光头的战斗打得十分焦着 即使学姐这边有功有防有辅有奶 却依旧不是光头的对手 白毛也意识到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捏碎封印自身力量的玫瑰状惊时 下一秒 一个玫瑰印记出现在了白毛的脖子处 辅助却露出难过的表情 只因这一旦开始 生命就会一直燃烧直至凋亡 不过这用生命换取的力量也着实牛逼 紧紧一剑 就砍得光头番茄酱到处乱喷 得知这种攻击可以起效 白毛发了颠尸的再次蹂躏对方 然而这小小攻击却依旧拿不下光头的性命 这可是他燃烧生命才换来的力量 光头却让对方不要气馁 毕竟按战斗力来说 他是魔王军里最强的魔将 也值得白毛赌上性命和他拼杀 然而这一剑 虽说是砍到了对方脖子上的大动脉 却依旧没能真正伤害到光头 反倒将光头逼出了第二形态无敌真身 眼见这已经不是人力能对付的怪物 白毛大喊辅助的名字 让其使用封魔法将队友们带离战场 而白毛决定给他们断后 这时白毛脖子处的玫瑰印记开始了蔓延全身 白毛决定透支最后的生命打出最强一击 然而就在他高高跃起的瞬间 光头一拳轰在了白毛胸口处 白毛强忍疼痛趁机挂在了对方拳头上 而早早逃回帝国皇宫的智术 此刻才懊悔自己是不是不应该逃跑 可皇女却表示智术的判断很正确 毕竟只有勇者继续活下去 将来才会有更多人被救 回到战场那边 光头却没有死 只是被严重烧伤而已 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魔族的前锋大军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丑男击溃 而那人就是我们的男主 至此回忆篇也终于结束 男主和古王也终于来到了学园都市 属于男主的异世界之旅才正式开始 是一场难度系数极高的考试 要在一百个足球场大小的旷野内且用时不能超过两天半 收集在空中到处乱飞的三色珠子 男主以为凭借自己满级的实力 只需需需两个半小时就能将其收起 然而他没料到的是 捕获珠子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红色则需依靠物理攻击打满2.5吨的伤害 即可让他平止飞行 黄色则是魔法攻击 蓝色则是远程攻击 在弄懂考试规则后 男主二话不说就开干 可他一拳砸向红色珠子就傻眼了 红珠居然承受不住伤害当场裂开 男主以为是打开的方式不对 就想着换个黄珠试试 结果只是一个2.5公分的小火球打出 就让黄珠炸裂 男主就不信邪了 弯弓搭建射向天空上游荡的男珠 可依旧是一箭就鸟 男主是彻底无语了 这总不能收集碎片回去完成考试任务吧 男主决定尝试最后一次 便给自身上了虚弱魔法 可轻轻一碰红珠还是裂开 男主也裂开了 就在不久前 男主和古王终于来到学园都市 没成想刚来到小镇就遇上四男欺负欧派妹子的场合 男主本不想多管闲事 但妹子面对欺负却表现得极度冷淡的模样 让男主无比好奇 按理说遭遇欺凌露出惊恐表情的才对 一定有内幕 于是男主来到几人身前 发出警告却没人鸟塌 男主尴尬到想挖个地洞把头埋进去 见状古王开口想替主人找回场子 然而对方根本不把男主二人放在眼里 说他们是当地最强学员里的学生 警告男主想早点投胎就过来 听罢男主没有生气 反而庆幸自己没带灵妹和龙妹过来 要不然他俩一生气护主 说不准连这个城市都要遭殃 可男主没想到的是 平时冷静的古王也气得快要爆炸 于是古王只能上前好言相劝 让对方赶紧滚蛋 这样的话你们至少不会死 可这却把他们都惹毛了 随即迎唱起风魔法 成功让身体离地飞起半米 在这之前他们凭借这招居高零下 就能吓跑无数个人 可男主直言就正 随后古王掏出法杖 发动吐息魔法 让对方几人体验到了什么才是非一般的感觉 直到此刻 欧派妹子才露出惊恐的表情 这搞得就像男主这边才算真正的欺凌 随后男主告诉妹子已经得救了 可妹子一点感谢的意思都没有 接着转身就逃离了此地 不过在临走前告诉了男主 他在前面的火锅店上班 如果男主能来的话 他会好好答谢的 在妹子走远之后 男主才想起 刚才那几人还没下来呢 于是让古王一个风魔法给他们带了下来 没想到古王还趁机报复 摔了他们一个底朝天 男主无语这古王真是幼稚 之后两人便要去寻找旅馆了 毕竟三天后才到新生的入学考试 可听到这个古王有些猛逼了 询问男主为什么要去参加新生的入学考试 而不是教师的入职考试吗 原来只有男主被蒙在鼓里 当初商会会长给男主写的是教师推荐信 男主有些无语 但既然都来了什么样的考试也召结不误了 然而男主这小屁还想来当教师 却被接待员一顿奚落 见状古王又燃起了熊熊烈火 下一秒操控火焰 直接把接待员的水分抽干 这时惊动了一位红发妹子 对方一上来就表示歉意 表示会好好接待男主参与接下来的考试的 不过在看了男主的介绍资料后 红毛有些不信男主居然精通所有战术 但看见连布兰多商会的推荐信也认真了几分 出于礼貌还是询问了男主要参加什么样的考试 原来教师考试分为实战和比试两类 可以单考一项或者两者混合考 考试项目不同到时候教学的内容也不同 就在男主无比纠结的时候 古王突然上前给男主挑选了最高难度 红毛有些不可置信 这类考试在过去只有几人能通过 然而古王斩钉截铁说就是这个 表示自己的主人就得配上这种最高难度 男主是征服了这个坑逼手下 随后接待员给四人讲解接下来的考试规则 回来时使用传送羽毛 中途弃权时使用传送铃铛 硬试者互相战斗是唯一禁止的行为 不过四人考试的初始点就相隔很远 大概率是不会相遇的 在听完一堆废话后 男主才了解到通关的要求 那就是把高速移动的红蓝黄三色球 在两天半之内收集到三科带回学园 于是几人随后被传送到了一片矿野 男主二话不说就打开了探索领域 在将周围的一切了解一遍后 男主也发现了珠子的踪迹 然而不管男主怎么小心翼翼的去捕获 都只是靠近一点就会爆炸 没办法男主白白浪费一天也没有半点收获 到了第二天男主打开探查领域一看 却发现应试者少了一位 料想对方不会已经赢了吧 毕竟这珠子这么简单就能被打爆炸 于是男主也不甘落后 男主发现蓝色珠子是最不依靠自身力量去攻击的 也许是一个突破口 男主禀惜凝神 在掌握周遭的风速后 一箭射出羽毛轻轻划过了蓝珠 虽然珠子没被打爆 却瞬间一动消失在了原地 可男主有探索领域 对方插翅也难飞 随后再次命中一箭 让伤害达到了预知接着落地 而男主总算捕获了一颗 与此同时男主再次感应到又一位应试者离开 男主心想要抓紧时间了 轮到魔法攻击的黄珠子时 男主这次直接给自己上了虚弱一万倍的debuff 接着再把火球控制到2.5毫米大小 可惜天色已晚 男主只能把捕获红珠子仪式放到明天 接着晚上饱餐一顿后 男主却感应到了一位人类突然加入考场 虽然有些疑惑 但男主觉得人家兴许是回去拿厕纸再来的 于是打开防御结界便入睡了 隔天男主醒来时 一名黑衣人突然袭向男主 眼看对方的匕首就要刺向男主 男主徒手就将其抓住 接着轻轻一掰便让剑断成了两截 这时男主才注意到刚才的匕首带有剧毒 好久没受伤了 这久违的感觉让男主莫名脸红 而刺客其实是过来阻止有人通过考试的 对于男主毁了他的爱见 刺客有些生气 可也只能是生气而已 因为在被男主偷偷下了麻痹魔法后 他无法动弹 随后为了让对方离开这里 男主直接一脚给对方送离了矿野 没了刺客的打扰 男主以为轻松就能收集完红珠子 却不料在刚才对付刺客的时候 调动了太多魔力出来 现在已经很难抑制魔力外衣 普通的攻击已经自带魔法加成 实在是收集不了红珠子了 就在男主以为只能等死的时候 突然想起自己还带了一把用来杀鱼的刀子 虽然有点于心味 但起码这个是纯物理攻击 在男主折腾两分蛋后 总算把红珠子拿下 随后使用传送羽毛 男主回到了学员 才发现刚才提前回来的三人都被淘汰了 只有自己一个人通过考试 但接待员在看到男主带回来三色珠后 瞬间不淡定了 按理说收集同一种颜色的珠子三个 就能通过考试 可男主把三种颜色给拿回来一个 也就是说男主在魔宫物攻远攻三个方面 都是佼佼者 接待员直言男主是历史第一人 虽然男主这么逆天 到最后也只是被聘为临时讲师 不过男主对此也心满意足 毕竟听说人家可是不打算招聘教师的 所以才有了刺客逼退硬试者的事件出现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明明是一击就能毁天灭地的存在 结果来到魔法学院给学生们上课时 学生们却觉得眼前毫无魔力波动的男主不够资格 没办法男主只好拿出1%的实力 让这群菜鸡开开眼界 就比如面对敌人快如闪电般的轰击时 只需一点点魔力就能打开格挡全部伤害的屏障 如果防累了就只需腾出另外一个手并捏一个火球 就能将对方轰飞出去两米半 这时候敌人如果还没被吓跑 那只能抬出他百发百中的火焰弓 就在不久前 拿到三色珠的男主获得了在学院的教学资格 虽然只是被聘为临时讲师 但男主也因此在这城市得到了人们的信任 葛夜商会这才被许可开店 平时的话男主就在店里打理生意 到了饭店就会去蓝毛所工作的火锅店里疯狂干饭 直到两天办过后 男主才被校方叫去正式上班 但校方不允许男主在学校里摆摊做生意 最大限度就只能是做点宣传 小姐姐接着介绍起学校里的基本情况 有教师数百名 教师的工资与学生人数挂钩 带一个学生就十个银币 一般的教师都会尽可能多带几个 可男主倒好 他恨不得只带一个 毕竟自己只不过是为了在学校挂个名 好让自己的商会开业罢了 不过为了不当显眼包 男主还是决定开设十人以下的小班 也在这时 一个自称布莱德的正式讲师加入群聊 表示自己会给男主安排实名学生 比如今年新进了一批比较不错的学生 甚至还有罕见的复空魔法使用者 听到这的两人突然想起 他们刚来的那天不是教训了几个会复空魔法的菜鸡吗 这种也算优秀学生吗 男主不禁留下冷汗 希望不要分配那几个傻逼给自己教 不然到时候再相遇很尴尬 在一切安排就绪后 男主来到图书馆找明天教学要用的书籍 负责图书馆里的蓝毛笑脸相迎 下一秒竟直接叫出了男主的名字 吓得男主赶紧后撤保持警戒 毕竟他可没有自我介绍 蓝毛连忙解释是在某位老师那里 听说了男主的事件 可男主一点也不信 直到对方说出火锅店的蓝毛是自己的妹妹时 男主这才放下戒心 看到对方笑里藏刀的模样 男主总感觉下一秒就要被刀 但不知为何对方的性格 让男主想起了远在天边的灵妹 此刻的灵妹正在苦修料理大法 希望在男主回归的时候能奉上美美的一餐 而龙妹在游走各地 当听到这片大地已经流传红色魔人的称号 以及这凭空多出来的内陆糊石 龙妹不禁想笑 这只不过是她主人当初开玩笑的一件 当初那一件冰封万里 让人抹两军溃头 比情比锦依旧历历在目 可龙妹怎么也没想到 她觉得天下无敌的主人 却在学校犯了难 只因被安排过来的十个学生 个个都不服男主 说男主丑就算了 竟然还认为男主能力不行 没办法男主只好小展伸手让他们闭嘴 男主让随行的古王尽全力攻击他 学生们瞧见古王挥动的魔杖时都震惊不已 只因那上面散发的魔力实在惊人 相比之下 男主一点魔力波动都没有 学生们觉得男主就是在嘴硬 可打脸的时间来得太快 只见古王驱动火焰朝男主攻去 男主连身位都没挪动就挡下了攻击 属实把学生们吓了一跳 接着不管古王怎么去攻击男主 也根本奈何不了男主的魔力互动 男主则是趁着空隙腾出手来 并搓出一个火球 直接将古王轰飞了出去 这换别人都得散架 但古王就是耐造 紧接着又是召唤土流壁袭向男主 可男主早早就躲到了高空 随后一剑便让对方召唤的土流壁土崩瓦解 此刻 学生们才意识到男主的本事不是吹的 但好戏还没完 轮到男主的攻击环节 男主召唤一个巨大实弹朝古王砸去 但古王熟练掌握反击咒影 一般的魔法都会被拦截 见状男主只好让老古尝尝他自信的剑术 可男主这轻描淡写的水火双属性共用 都让学生们惊掉了下巴 不过男主的水火箭最终还是被法杖吸收了 倒不是古王自身有多强 只因这矮人长老打造出的法杖墙的离谱 男主表示这一直采取普通攻击不是办法 便让古王做好准备 下一集男主决定动真格了 当看到古王跪地认输时 场外的学生都吓愣在了原地 男主以为自己用力过猛起了反作用 心想自己一个学生也受不到 便灰溜溜逃离了现场 并安排古王给刚才受伤的女生治疗 反观男生这边 各个兴奋不已 毕竟能有这种逆天人物 当老师简直就是捡到宝 随后古王来到受伤的卷毛眼前 只是给对方擦了擦疗伤药膏 卷毛就瞬间心动 这下男主的课也非常不可了 经过第一堂课 十人最终留下五人 而他们即将要面对的是男主的魔鬼训练 可他们实在太惨 坚持不到两秒半就全都泄逼 男主表示他们能坚持两个半小时就算毕业 不议 可男主殊不知风平浪静的背后 正有人蓄意再次暗杀男主 刺客直言不可能 男主当初可是徒手就掰断了那个用上级龙玉剑的逆鳞打造的剑 要是让刺客知道 男主上次打断了上级龙玉剑的一条腿 此刻的表情会更加惊恶 但雇佣刺客的男人不想听借口 他只想让那位临时讲师立刻在人间消失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不过是在学校里展示了一波手挫合弹 隔天就有一大群女孩送上门要给男主生猴子 然而男主都给拒绝了 只因自己家里可是有上古龙王和天灾蜘蛛这两位后宫手们 于是为了那些想要白给的女生的生命着想 男主只好选择单身 可男主殊不知在他外出的这段时间 家却差点被偷了 帝国的勇者一行人直接闯入了龙妹的地盘 当勇者之术看见坐在床上的龙妹时 突然心生歹念 想要把龙妹占为己有 只因他在获得女神赠予的可奴依万物的魅惑魔魔眼后 用其洗脑了不少可爱的妹子 甚至连高贵的帝国皇女也跟他玩了扑克游戏 这随意操纵别人的感觉 一度让他以为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龙妹只是递给他一把佩刀 智树用尽吃奶的力也没能将其拔出 见状龙妹不禁嘲讽 这瞬间就让智树恼火 自己可是女神从异世界召唤过来的勇者 怎么会连把破刀都拔不出来 下一秒龙妹顺移并把刀抢了回来 接着给智树展示了一波正确的拔剑姿势 不曾想这剑气逼人的武器让几人垂涎 皇女表示自己会以高价买下 听到这的龙妹瞬间不乐意了 这可是陪他同生共死的搭档 怎能将其买卖 说罢便让三人赶紧离开他的地盘 可没想到皇女表示那没办法了 声称自己是帝国的皇女 而眼前的男人是女神派来的勇者 希望龙妹能为了人类的未来 能协助他们抵抗魔族 龙妹再次表明立场 在自己发飙之前 让三人赶紧离开 不料这时智树突然使坏 石又魔眼操控了一旁的白毛 接着白毛上前劝说龙妹把剑交给勇者 但龙妹明显察觉到白毛不对劲 直接让白毛闭嘴 计谋失败 智树又开始了装备 再次声明自己可是勇者 是要为这个世界打倒魔族 实现世界和平的存在 说话的同时 智树眼睛周围魔力涌动 想要洗脑并操控龙妹 然而一点效果没有 龙妹也不是不能帮助对方对抗魔族 毕竟对方也是地球人 和自己的主人来自同一个地方 那男主应该也会乐意帮助对方的吧 只是对方那恶心的视线 就像是要把自己身体看光 想到这的龙妹就很不爽 如果是男主投来这种目光 那还差不多 然而这智树还是不知死活 继续向龙妹投来不怀好意的目光 想要操控龙妹 龙妹让对方赶紧滚 表示自己已经有了主人 这时身为御龙使的红毛 也终于察觉到了眼前 龙妹是化作人形的龙 便想使用御龙之术 然而这对上古龙王来说毫无作用 而龙妹散发的威压 也顺带将白毛唤醒了过来 见状之术瞬间慌了 没想到自己魔眼的效果 这么简单就被破解 可惜龙妹接下来并没有下死手 或许是因为在没得到男主的指令前 不敢轻举妄动 也只能用迷雾将三人送出外面 并警告他们 要是再敢踏入森林半骨 定让三人死无葬身之地 此事过后的白毛痛哭流涕 心想自己怎么会被那种弱鸡勇者操控 责怪自己还是太弱小了 龙妹问白毛要不要成为自己的眷属 成为半人半龙 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 听到这的白毛立马同意 她再也不想今天这种糗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龙妹在海滩边收集食材 但由于自己吃啥都津津有味 一时间分不出自己要找的海藻在哪里 也在这时 一只狼狗突然杀到龙妹身边 龙妹来不及躲避 就被按在了海里 龙妹瞬间怒了 这套和服可是被男主夸奖过好看的 如今被弄失了简直不可原谅 学姐连忙向龙妹道歉 接着把突然暴怒的狼狗收回了腰带 见状龙妹有些好奇 询问学姐这是精灵吗 可学姐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对方这傻呵呵的模样 让龙妹感觉似曾相识 就和她那经常傻笑的主人一样 而这当然像了 人家可是男主在地球时的学姐 只不过现在还没相认罢了 学姐非要给龙妹赔罪 而龙妹转头就看向地上的海藻 询问学姐能不能帮她 挑出状态良好的海藻 就这样两人以这种奇怪的方式相遇 学姐等人是为了寻找武器而来 而龙妹负责给他们带路 更重要的是 要把学姐这位大厨 拉到自己身边教自己做饭 突然龙妹感应到前方有怪物的气息 便询问几人有没有实力对付 不行的话就让她一个人来 话都说到这份上 几人也只好出击 谁叫他们是王国的勇者小队呢 然而战斗还没开始两秒半 龙妹就判断出了这个小队不行 倒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 只是那个脆弱的武器 根本砍不动魔物坚硬的盔甲 很快堂王把黄毛一击作飞 看着黄毛奄奄一息的模样 学姐京剧到了极点 她害怕又一位队友 会从自己身边死去 然而就在灵妹以为解决完战斗的时候 死去的螳螂又站了起来 一刀划开了她的衣服 灵妹瞬间恼火 曲曲小螳螂 竟敢弄坏男主赞美过的和服 此刻灵妹欲哭无泪 为了不让自己的和服遭遇第三次袭击 只能加快形成了 于是灵妹将勇者小队迷晕 想扛着他们离开 却不料那只狼狗又钻了出来 灵妹若有所思 猜测眼前的狼狗应该是见过以前蜘蛛形态的自己 便安慰狼狗别叫 他现在是好人 不会伤害你们的 这一番话才让狗子安分了起来 而后众人不出两分半 就被灵妹带到了七格镇的武器店里 灵妹拽着学姐让她教自己怎么用海藻熬汤 可勇者小队的其他成员不乐意了 他们是过来购置武器然后去荒野修炼的 根本没有时间待在这里 灵妹直言刚才的那种小魔物在荒野随处可见 你们去了就是送死 学姐表示他们背负使命飞去不可 健壮矮人长老想到了折中的方法 那就是他会给众人打造适合在荒野战斗的武器 但报酬是要教会灵妹做料理 听到这的灵妹也还是担忧 就算交给了他们武器 也无法保证他们不会死吧 文言学姐很是感动 好家伙 死是可以死 但不能死这么早是吧 于是矮人长老便提出让冒险者小队跟随他们一起去 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在保证生命的前提下修炼了 接下来的日子 学姐便教着灵妹做料理 可灵妹总是各种出错 而且由于灵妹的蜘蛛味蕾十分奇特 让她收集做甜点的食材 她就会搞回来一些辣味失足的东西 这下真要教会灵妹熬汤 估计没有两月半也够呛 另一边在学园都市的男主也收到了谷王的报告 谷王告诉男主 龙妹有很多消息需要当面上报 要求男主回去压空间一趟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第一次当面试官可前来应聘的妹子 居然连正眼也不瞧自己 只一妹子们都是妹魔属性点满的美渡沙 摘下眼罩就会让看到的东西瞬间失化 唯一的好处便是这个种族只有女性 靠其他种族才能延续后代 于是为了自己的手下们脱单 男主二话不说就通过了美渡沙一族的入主申请 另外男主让他们放心在这里生二胎 要是不小心把别人试化了他也能救回来 就在刚刚男主回到亚空间 可一进来就让男主猛逼 最适宜生物居住的亚空间居然热得像真萌 虽然男主很想搞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 但现在手下们的欢迎仪式更为重要 因为这是男主第一次出远门 而且一去就是两月半 看到男主归来 手下们都十分兴奋 男主举起酒杯还想说些什么感谢的话语 可当着这么多人发言男主屁也说不出来 坐上酒席后 男主被后宫们一顿骂 毕竟男主一人出外面还这么久 真是一点也不顾佳 只有灵妹没有埋怨 端给男主一碗热乎乎的汤 并满怀期待地看着男主 龙妹解释这是灵妹亲手包的汤 在男主离开的这两个半月里 灵妹可是外出拜访了不少料理大师 而餐桌上的美食基本都是灵妹做的 听到这的男主觉得不可思议 之前灵妹做的黑暗料理没把他堵死就算美味了 现在妥妥是五星级大厨了 真是了不起 闻言 灵妹高兴地飞起 直言自己已经了解烹饪的真正乐趣了 下次他要做更美味的料理给男主品尝 饭后 也到了龙妹的汇报时间 接着他将遇到帝国的勇者智术告诉男主 说起对方也是被女神从地球召唤过来的 接着龙妹推测 对方过于陶醉在自己的力量中 有很大的野心和战友欲望 八成会在打败魔族后对同族的人类发起战争 另外在读取同行的皇女的想法时 发现他对步枪大炮这种武器有概念 古王直言这应该是勇者告诉了皇女关于地球的武器 这不禁让男主有些担忧 要是对方在这一世界搞这些武器 真会挺麻烦的 龙妹有些恼火 他早就应该在那时瞒着男主杀掉这些祸害的 男主表示没必要 毕竟对方是被召唤过来拯救人族的 现在先进观其变就好 此外 龙妹还打听到了一件事 听说有一个红衣魔人一剑就在战场上炸出了一个内陆虎 那人也挺危险的 听到这的龙妹笑不活了 他没想到男主连自己干的坏事都记不起 之后轮到男主汇报在学园都市的情况 龙妹却抢答 因为他在古王那里已经提前知道了 男主在学校里很有女人员 这龙妹就实在忍不了 他让男主老是交代这些事情的详细过程 这时男主瞧见龙妹满头大汗 瞬间灵机一动转移话题 他询问龙妹这亚空间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燥热 在三人一番探索后 也得出了结论 那就是男主的锅 只因亚空间的天气是受物门所处的位置影响的 男主在学园都市那里设置了传送之门 亚空间就会随外界的天气而改变 但具体改变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而改变 三人一时间也搞不明白 与此同时 灵妹回到七哥镇 想找学姐深造厨艺 但对方表示收到了命令要返回王国 临走前学姐还想挖走灵妹 结果是秒拒 无奈之下学姐只能告别灵妹 并希望对方有空就来王国玩 说不定她还能想起不少师谱 于是两人的故事先告一段落 第二天 男主在猪妹的带领下了解了现在亚空间的基本情况 因为用土魔法对农地进行了改良 现在平均两周半就能收成一次 所以亚空间已经实现粮食自由 现在要考虑的便是增加亚空间的居民 猪妹表示早已经有了人选 接下来由男主面试即可 第一轮是古王甄选出的一人族 按资料上显示 一人族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种族 可族群数量多居住的地方少 因此为了和其他种族争抢地盘 两天办一小战 两周办一大战 所以他们也急需一个宽敞舒适的居住空间 正好男主这边缺少这种站立 便准许了一人族入住亚空间 第二轮是龙妹甄选的美都杀一族 由于对方戴着眼罩 而且穿着清凉 让男主一时间有些害羞 可对方一摘下眼罩就让男主惊讶 资料显示 他们具有让任何一切石化的魔眼 但这种能力却不受控制 看一眼食物 食物也会变成石头 所以他们必须蒙住眼睛生存 更大的缺点是 这个种族只有女性 因此需要找其他种族的男性繁育后代 一想到这男主开心的不得了 他这个亚空间确实要改善一下基因了 必须给放进来亚空间 不过对方还有担忧 就是不知道其他居民能否承受他们的眼睛 男主直言没事 有他在的话 石化后的东西也能恢复如初 而且随后男主会让手下 制作一些防石化眼镜或者隐形眼镜 给美杜莎一族的姐妹全安排上 文言把两大妹子感动哭了 恳求男主收留 第三轮是灵妹平直绝选的小妖精一族 但对方神气十足 嘻嘻哈哈简直就没把男主放在眼里 这让一旁的猪妹气得直打战 男主直言没事 小妖精活跃一点好 而且他们数量多 在野外探索的时候也许能派上用场 可猪妹实在忍不了 他作为亚空间的大管家 绝对不能让这群没规矩的导弹鬼住进来 最后这灵妹瞎选的小妖精一族暂时不批准入主 晚上男主将面试通过的两个种族名单 交给龙妹和古王 因为古王能制作防石化眼镜 所以美杜莎一族交给他管理 而龙妹则负责管理一人族 虽然龙妹选的种族没被看上 但他一点也不伤心 毕竟在他眼里其他都是次要的 只要能做出让男主夸奖的美味 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隔天 亚空间召开早会 欢迎一人族以及大美女一族的到来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在学园都市也传出野蛮学生要回来的消息 男主的学生们对此十分担忧 毕竟这两位可是专门恶搞老师的千金小姐 看来男主也要难逃一劫了